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绿洲看房 今天我们来到二湾Total Rock这个小区 看一个星象是这个连牌 三房2.5位,1525尺 小区呢Total Rock是在二湾南部非常有名的 一个社区,Hoa是395块钱 然后没有Metalus,地税差不多在1%到1.1%之间 现在是下午7点了,其实已经是非常晚了 刚才我们是从Porge来赶过来一个比较high-end的appliance 还有plum fixture的一个商店 我们给客户订了冰箱,然后我们便来赶到这边 7点是有点晚,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房子采光比较弱的时候的里面亮度是怎么样的 但是现在对这个房子其实不是特别的公平 这房子呢是一个东西向的房子 正门呢是朝着东边啊 紫气东来啊,早上会有morning sun 来设入到这个屋子里面 然后这个星天牌呢是一个两层楼 然后有一个小的yard 它对面这个屋子呢是刚刚是进入合同了已经 那么是比这房子贵啊,92万5千 那面积是一样的 但是它可能是一个corner 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进入合同其实多少钱 一般现在都会有5%到10%的加价 虽然现在市场稍微冷了一点 但还是是有加价的 然后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房子的Listing Agent Teresa Su来给我们拍这个视频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联系它Teresa Su is from Homesmart OK 好,进来 这个房子呢它是全屋新刷了漆啊 然后也换了这个灯具 然后我们看到也做了lemonic的flooring 像这些老房子它就是没有LED这种顶灯啊 不像新房子有顶灯 但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啊 可以找license的电工来做这个顶灯 做完了就很亮了 所以我们现在也只是看一下它这个大概的户型 还有一个fireplace 这个没气的啊 我们看到没气管道 然后呢 大小就在这边调 All right 那它是一个split living space 的一个设计 老房子这就比较多 上面呢是餐厅 底下呢 这个是客厅和 Living room和Fam room 是二合一的 OK 然后这边呢是车库的门 我们来下去看一下车库 车库它又是在底下 因为刚才我们其实进来的时候看到 我们是上了几个楼梯啊 到了这个正门 我们其实看到这个车库还是蛮深的 垃圾桶放在这边 然后车子也可以停在这里是没有问题 那这种连牌的话特卖都是由小区来负责的 像是它的一个panel 但是它的车库 这些GFCI 它整个的灯应该也是有做过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 它的电路是做过更新的啊 不是最老的 所以它会有GFCI在车库里面 我们来看到这个外面 这是它一个shared driveway 这一侧是朝着西边的啊 那现在真的已经是非常晚了 这边看是三层楼 那其实正门进去是两层楼 看来它这边到底还有两个guest parking first come first up 先到先得 那我看他们因为这车道其实很宽 所以呢 他们直接就把垃圾桶呢 可以直接放在自己车库的门口 而不需要拖到这个最外面 那这个其实应该是蛮方便的啊 这个我们看到它garage door上面 还有一个key list pad OK 那这样的话你出去散步啊 跑步啊 你不需要把手机或者garage door opener带在身上 那叫p in这个密码车库门就会开了 而且它的车库我感觉应该也是刷过气的啊 全部是刷过气的 它的一楼的公共呢 去做的全部都是这个地板 所以这个如果是出租的话也是很方便 直接就能出租了 然后这边呢 它还有一个小院子 让人家做一下 然后做barbeque啊什么的 都很方便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在这个供条 小院子也全部做了水泥 当然这水泥时间比较久啊 像这些有些都吐起来 但是它的空调是新的 空调感觉是非常的新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三吨多一点的空调 train 但这个牌子是非常好的 他们说nothing can stop a train 现在新房这个尺寸的联牌 根本就是不可能是给你院子的 很多都是三层楼的 而且现在这个价位 基本在耳湾是买不到三层的联牌 要新的话 这个新房你还要算上升级的朋友什么 基本上三房都是100万以上的 那像它这个还有院子 就是比较难得的 好 然后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 它的餐厅 全部是新换的分具 厨房 新的这个hardware 然后是maple的painted 白色的shaker style的橱柜 全部都是新换的 然后这边是mammate quartz train base and stainless steel sink 做snack faucet 这边一套三星的洗碗机 里面是塑料的 所以只是一个入门款 但是呢 它这边外面是stainless steel trim 好 然后它这个炉子是电的 是一个电炉 那比较安全一点 那我相信这个他们是有煤气的嘛 所以说可能要煤气也可以 但如果是出租的话根本无所谓啊 用电的房子其实更安全 convection oven 其实现在很多加州未来的趋势 就是用电 很多现在新房都只用电 soft closure 然后整个是dovetail alright 全部GFCI 没有under cabinet lighting 没有 全部新刷的漆 trejdale的冰箱 这个冰箱我想它应该也是不会拿走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阳台 它这个玻璃门是比较老一点 我看看 这个是单层的 单层的玻璃 那这个阳台 阳台面积其实还可以 很安静的一个小区 Tidal Rock呢 已经玩弯最好的学区了 在冰海的这个school district 里面 然后这边离奥恩大学也是非常的近 这个房间现在已经非常暗了 视频里我们看到很安逸 现在已经7点10分了 但是它这一间房间整个layout是不错 因为它等于是在main level 它有一个房间 这个面积大概是10个平米左右 OK 然后它有一个pounder 大理性的台面 这个是小孩高度的台盘 这些都是比较基本的台盘 7M4C 然后Frameless mirror 我们也看到一些使用的痕迹 但这些都是小事情 全部都出租 就是这样 都可以自己住的话 你把它换掉 然后就有一个灯耗不亮 然后但是它这个电路 你看全部都是GFCI 然后它换了一个排风扇 然后是和它这个灯是联动的 我只要关掉就都关掉 OK 那我们再去到二楼 这边有一个空调的空气开关 almost that 在这里 升级的楼梯的地毯 保持的就是正常 没有特别干净也没有特别脏 就是正常 因为这个是淡色的地毯 所以保持针这样也是不容易 然后这边你看 明显是换过地毯 可能这一块 就换过 但是你看还有一些 这也是褪色的痕迹 可能有一些化学的东西 能不能掉上去了 就地毯是褪色 但是我踩上去 整个的padding 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卧室其实还是蛮大的 就是作为一个客户来说 感觉应该有12到14个平米 朝东的窗 这些窗都是老了一点 然后普通的白叶窗 看到西边那边就是有西扇 如果站在那边的话 乘户重新刷了油漆 一个灰蓝色的感觉 他这一个房间 然后这边呢 是他的一个第二个卫星键 在副作室的领域 卫星键那是比较老的哈 12乘12的D转 好是caver的 重新刷过油漆 好现在我们进到主卧 主卧其实非常大 对于这个面积的房子来说 主卧应该是 有超过4米 乘4米 应该是有18平米到20平米 感觉左右 主卧的微信件 所以呢 它其实 应该算是两个卧室 因为它有两个洗澡的地方 但楼底下那个呢 它现在封起来也变成一间卧室 可是楼底下那个房间 是没有 淋浴房 不能洗澡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这边底下 像这种管道呢 其实应该是不符合规则的 是应该要换成这种硬性的 因为呢 这个软的呢 很容易淘发什么 就会被 在这里面会被 容易给堵住 这些都是比较老的了 比较老的了 但是它价格也是性价比蛮高的 放在这里 但是它价格也是性价比蛮高的 就是没有更新 这些你看的是一些比较老实的 八种了 这么大的睡觉 像这些都需要靠屏 看到没有 看这些 smoke detector 全部都是新的 全屋也是中央空调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微信机 底下 这个就还是比较符合规则 但是它的电都是GFCI的 我们下楼 楼梯 楼梯应该是40寸宽的楼梯 三房2.5位 1525尺 要将8881980件的在尔湾南部 Turtle Rock的一个连排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